哈喽哈喽哈喽 下午好 哥哥姐们下午好 我是咱们主播 白班的一个主播的话 大家可以叫我小新 然后我们那个晚班阿浩主播的话也来了 等会的话让他也给大家去打个招呼 咱家玉元和天玉的话 虽说我们是昨天才那个过来的 然后今天的话正式去给大家去直播的 但是昨天在试播的一个过程当中 包括跟我们老板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的话 大概了解了咱们直播间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就是整体公司的一个整体吧 有去了解过 像咱们预言和天玉的话 主作的就是属于以和天玉为主的一些精品中高端的为主的 然后是属于公司跟实体 然后包括加工这一块的话一体为主的 然后直播间所有货品的话都是属于一手货源 要性价比上标 就是价格上标的话 跟市面上的一些东西去对比的话 咱们是有咱们的一个价位优势的 这是咱们主播间能给大家去做到的 同时来说的话我们直播间里标的话 也是给大家去做到一个品质的一个保障 像一些差的一些料子 包括一些不好的料子的话 我们基本上在直播间也不会给大家去展示的 包括主播的话在直播过程当中的话 也给大家去做到一个如实的一个描述 各方妙的话细节上都会给大家去讲到味道 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大家可以喊我小心 我是在03年的话就去新疆了 然后到19年才回来了 虽然属于半个新疆人 虽然说没有在那边生啊 但是也是在那边长大的 虽然属于半个新疆人 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话 是现在来说的话 一直在做何天狱 我妈妈像我爸妈的话 父母被那 那个 他们是在九几年 但是具体我不知道九几年就去了 因为那时候比较小 我在老家 他们在新疆嘛 然后我是到零几年去的 我们家一直刚开始是做的那种加工 为主的 后期的话就是自己也加工 帮别人加工 自己也加工 然后加上销售嘛 也是从小就接触的 对何天狱的话了解的比较多 基本上像各种料子各种产地 然后料子料子之间的各方妙的一个预知品 啥的话 我这边还是属于比较了解的 所以说在直播过程当中的话 如果说咱们有啥不懂的话 我都是可以去给大家去 去那个啥 去沟通交流一下 欢迎你们 欢迎欢迎 下午好 下午好 阿浩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呢